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未来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止他发动过四次对外的战争 我们要了解他对外对外国发生的四场战争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打的 他为什么要对外国发动战争 每场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这四场战争他怎么打的 然后这四场战争我们可以统一出有六个一个规律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四场战争 因为他有个规律在里面 他有六个规律 整理出六个规律 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如果要想要对台湾动武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症候 然后他有个规律 我们了解他要动武的六个规律以后 我们就能够掌握他的脉动 也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所讲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歹 我们知道他会怎么打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 我们老子就等着你来 我们准备的很完整 知道你会怎么打 知道你实力怎么样 知道你哪一些事情是真的 哪一些事情是吹牛的 我们就知道你致命点在哪里 在致命点上才能够把你置身 把你打垮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讲 不要眼住耳朵 把眼睛盖起来 像鸵鸟一样埋在沙里面 所以这个单元很重要 所以发哥要讲 那么最近尤其到了 要选举的时候 各种发招都会来 你没有看到最近的发招百出吗 你看看一个新竹市长高宏安 因为贪污被起诉 发哥没有看过世界上这种东西呢 你一个新竹市长因为贪污案46万 被检察官起诉 这个起诉书写得很清楚啊 为什么这个检察官要起诉你 起诉你的例证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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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得很清楚在那里 这个起诉书是公开的 你可以去查可以去阅读的 但是那个起诉案 这个检察官也是公开 开记者会的 什么原因起诉他也是讲的 他先开记者会 第二天公布起诉书 他刚刚开记者会 说他为什么起诉 起诉书第二天才公布 刚刚公布记者会 还没有公开起诉书的时候 天下有这种事情 民众党的党主席 告诉他民众党的嘛 党主席柯文哲就在讲说 我认为他没有这个企图贪污啦 啊就在声援他啦 这不是政治的迫害啦 怎么怎么讲 接着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也在声援他 说他是清白无辜的啦 不要进行政治迫害 哎他是民众党的呢 你国民党的党主席呀 接着没有五党级的朱立伦 也说呢他是清白的 你看过天下有这么方唐的事情吗 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党主席呀 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在选要选总统 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要选总统 这个司法案件检察官列出所有的证据 而且他求的徒刑是什么 不是侮辱罪不是欺诈罪呢 是贪污罪呢 贪污罪在刑网里面是很重的罪呢 没有证据这个检察官会随便以贪污罪起诉 这个证据还没有在第二天公开让你们阅读的时候 你就说他是清白的 那你就对检察官提出抨击 你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要选总统的呢 而且有可能当选的呢 全天下有一个民主国家是这样子的吗 你要选总统可能当选的人 你连起诉书的内容都还没有阅读 检察官控告他贪污的内容你都还没有读到 你就说他是清白的 你这个不是干涉司法在威胁司法是什么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一方面希望施法清白 一方面因为你很有钱 你就可以随便扒到在威胁检察官 另外一个因为你是党主席 你就可以用心理说 我认为他没有贪污的企图 企图耶 企图是心里在想的呢 贪污的人有没有企图 贪污的人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你还是医师了耶你 那我可不可以讲说 据我所知啊 柯文哲没有想当总统的企图啦 你们不要害他啦 你们不要票不要投给他 据我所知 我认识柯文哲啦 他没有想要当总统的企图 他选总统是玩一玩的啦 你们不要害他啦 你们票不要投给他 他没有想要当总统的企图啦 可以这样说吗 你不是开玩笑吗你 台湾的司法可以完成这样 因为选举可以完成这样 原因在哪里 台湾没有转型正义 没有好好的清理 是非善恶 才会搞成这样 你看看我们旁边的韩国 你知道韩国到现在 实施正正的民选总统以后 韩国有几个总统被判刑了吗 韩国有五个当过总统的人 坐过牢了你知道吗 坐过牢的总统里面 有两个总统曾经被判死刑啊 有一个总统还因为被判刑以后 自己跳悬也自杀了你知道吗 韩国 韩国有一个总统全斗犯被判死刑 然后犯刑啊 改判无起徒刑啊 另外一个总统叫卢泰宇 判死刑 再缓刑 然后再减刑 变无起徒刑啊 这两个因为涉及到光州事变 当过总统也被判死刑啊 另外一个总统 因为判刑自己 为罪 然后自己跳悬崖自杀 叫做卢武炫总统啊 卢武炫总统还被韩国人 称为道德先生呢 道德先生呢 道德最高的总统啊 他因为贪污案被起诉 他觉得很羞耻啊 在被看守期间啊 趁着警卫不注意 跳到山崖底下去自杀 最后 韩国人用国葬来埋葬他 另外一被关的另外一个总统是谁啊 他是比这个郭台铭还要有名的企业 韩国现代企业的CEO呢 就是李明博总统啊 也判刑啊 也判了十几年的徒刑啊 另外一个总统也判很重很重的刑啊 判了一二十年 去年才假释啊 不是去年 今年才假释啊 叫蒲锦惠啊 韩国选总统以来 只有三个总统没有 没有被判刑的 只有三四个总统没有被判刑的 第一个只有金永山没有被判刑的 第一任总统没有被判刑的 清白脱身的 第二个是 伟大的总统先生金永 金大宗没有被判刑的 金大宗的儿子被判刑的 金大宗的儿子贪污被判刑的 他本身没有被判刑的 第三个叫做文在元没有被判刑 没有涉及贪污案被判刑 第四个还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的 叫做尹熙悦 他现在还在当总统啊 要等到他干嘛呢 以后才知道会不会判刑的 因为韩国的总统有五个被判刑 四个没被判刑 所以韩国的总统到今天呢 静静夜夜 干总统静静夜夜 韩国人对韩国的司法绝对信任 为什么 因为韩国人认为说呢 连总统都会被判刑 王子换法与民同罪 所以韩国人现在对他们的法律 法治绝对信任 台湾呢 台湾呢 马英九明明有罪啊 他泄密案明明有罪啊 就给他脱身 没有罪啊 另外一个国务纪要案明明有罪啊 就用大水库理论让他脱罪啊 三宗案明明有罪啊 就让他脱身没罪啊 你说台湾人会信任司法吗 如果马英九有罪抓去关 我告诉你台湾今天的司法 大家不会怀疑司法啦 大家就会想说 好有一个总统抓去关了 再另外一个总统又抓去关了 不分党派的总统都抓去关了 我告诉你 今天台湾的司法 当总统的也好 要选总统的也好 我告诉你乖乖的 乖乖乖 大家就会相信台湾的司法是公正的 我告诉你 大家当总统就会乖乖的 不会乱来 就是不公平嘛 就是因为马英九没有抓去关嘛 明知道罪行 确凿不抓去关嘛 如果这样干了以后 高峰安会这么嚣张吗 这个检察官在他的起诉书里面 不是这样 他讲骄傲傲慢吗 毫无诡议吗 对不对 在选举的时候还讲出这样 司法的问题有人去摆平 他自认为他背后有郭台铭 有个有钱人替他担着 不会有问题的 到现在还很嚣张 我告诉你 高峰安如果在 真的在司法上 没有人敢判他 到最后又无罪 我告诉你 台湾的司法完全百分之百破产 高峰安一定不要变成有罪 然后把他的新竹市场解职 台湾的司法可以 可以减回一点尊严 如果连一个市场都办不了 不要说办总统 台湾的司法还能干什么 法制不能够成立 民主政治还能够干什么 这是法哥非常非常痛心的 我们等着瞧 而且不要等到选举完了 又再判 速审速决 在选举总统以前 就把他判下去 就把他执行 就把他解职 要不然我们这次总统选举会 一团乱乱七八糟 为了国家安全 为了社会安定 赶快把他判决 赶快把他处理 要不然这个法制会没有人相信 要不然那个台湾首富还会再更嚣张下去 你就是要让他知道你有钱又怎么样 犯法与民同罪 我管你姓郭姓什么 如果你犯法也照样给你抓去官 我告诉你 人家总统都抓去官啊 连总统都可以判死刑啊 你算什么 所以 发哥最近在我的节目里面 很多我们听众朋友说 发哥 你为什么不讲一点政治 讲政治干什么呢 敌人在患错的时候 我干嘛要提醒他 兵法上最有名的 敌人在患错的时候 你干嘛提醒他 让他失分五裂的时候 你干嘛一再的提醒他 你就让他失分五裂啊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个党 这个国民党已经走到末日了吗 我干嘛提醒他 我干嘛要讲他 你就让他失分五裂到崩解为止啊 我干嘛要提醒他呢 我干嘛要谈他呢 本土派的赖金德派 你就团结一点就好了啊 打赢这场战就是啊 我比较关心的反而是激进党啊 小博在我们快乐电台 主持节目 是我们的同事啊 我比较关心他啊 小博 他是激进党里面最笨的啊 每天一天到晚就 哦时间主持节目的时间到了 他还拼命赶赶到这里 坐下这个 坐下这个位置里面 有的时候我看他主持节目啊 前五分钟啊不知所云啊 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可以了解啊 因为他一坐向这个电台 在麦克风前面啊 脑袋里面一团混乱 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他就每天安分的 笨笨的讲 结果他是激进党里面选票选的最高的 结果他当选了 对啊 做政治就是笨笨的去做 好好的做 他当选嘛 有些自以为很高明的就落选嘛 好 激进党还有个吴兴代医师 在台北的广府地区要和高交易拼立委嘛 我就一直拜托 吴兴代医师 你干嘛在广府那边选呢 你民进 你激进党就只有几个选立委的 现在全镇与港的事情闹那么大 你在那个港府地区 那个池塘那边 在那边演讲干什么 对不对 小伯你就像以前这样变变的就好啊 你和吴兴代医师来全镇与港来演讲啊 因为那些天龙果的 你根本不知道以为全镇与港是 高雄市全镇区的一个小池塘的小鱼港 他根本不知道全镇与港是全台湾最大的远洋鱼港 是全台湾的这个做远洋鱼业的人用的鱼港 全台湾做要上这个远洋遗传的鱼工 是在我们全镇与港 全镇与港曾经是全台湾的秋刀鱼 全世界最大的秋刀鱼鱼港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全台湾人吃的秋刀鱼是在台湾 这个全镇与港运出去的 你怎么知道啊 你桌上吃的秋刀鱼是我们抓的你 你怎么知道啊 台湾人吃的多少鱼是 你吃的那个 那个撒西米很多都是我们遗港抓的 全镇与港抓的 你怎么知道啊 你天龙果你吃什么鱼你都不晓得 你不知道全镇与港是那么重要 全镇与港不只是台湾重要的远洋鱼港 全镇与港是全世界算得出来的远洋鱼港里面的 前几名的你知道吗 所以小伯请你变变的再干下去 无心带你要更变的干下去 你才会成功啊 你不要看我们快乐电台 你以为我们是小电台啊 我们全国联播网呢 我们变变的干我们就会变变的成功呢 你不知道吗 你赶快来全镇啊 你待在广府干嘛 小伯你已经笨笨的干成功了 你现在要笨笨的继续干下去啊 大家要我讲一下政治 我就是讲一些笨笨的真实给你听啊 你不知道提供 听傲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来那一会儿就问我一会儿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京法哥啦 好啦提供听傲人啦 法哥从日本语字引进来的语字抹茶 请你提供听傲人一下 如果要爱的朋友呢 请你拍一个 0910-699-087找吴小姐 0910-699-087找吴小姐 那么或者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 0983-468-356找吴太太 另外一个重要的新闻 也顺便和大家报告一下 18号也就是 18号是礼拜几啊 18号是礼拜 礼拜就是这个礼拜的 18号啦 礼拜六的时候 早上10点钟到12点呢 在高雄市的三明区 山东街142号五楼 也是台南神学院的 高雄中会那边呢 余杰在那边要办演讲会 当天的晚上也是一样的 八月十九号 八月十九号 不是十八号 对不起啊 八月十九号 也同样是礼拜六 那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在这个中正路的山鱼书店 山鱼书店 我常常办签书会 山鱼书店晚上七点到九点 也一样余杰在那边有一场 精彩的演讲会 你们不要漏掉了 请你把时间留下来 去听他很精彩 当场和他交换意见 很精彩的演讲会 好我们刚才讲 中共建政以后的第二场战争 中印战争 中国和印度的战争 那是发生在1962年10月20号 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的冲突 中国的军队呢 在中印边界从东西两面 突然中国军队对印度发动了一个突袭 当时中国的军队是印度军队的五倍到十倍 这场战争打了32天 那么印度有三个旅呢 被全部殲灭 另外有三个旅呢 受到了重伤 那么印度的第六十二旅的旅长 一个准将呢 被打死 然后有4800人被俘虏了 还有印度的第七旅的旅长 一个准将被抓 3900人被俘虏 那么中国的解放军有700人被阵亡 被受伤的有一千多人 所以变成呢 中国和印度的伤亡比率呢 是1比7了 那中国的解放军大胜了 当然这件事情呢 在全世界都震惊起来 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预料到 中国突然向印度来进军了 那印度呢 是完全没有在准备之下 突然受到了 毛泽东的解放军的突袭 那么中国呢 侵略人家还扳出理论来说呢 那是因为印度的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发表的演讲说 印度呢 对这个边境要采取前进的政策 他发表这个政策以后 中国呢就马上派军去攻打印度 中国永远都会找理由 他都有理由去侵犯人家 这四场战争都说中国是自卫了 自我防卫了 我的国土不容许人家侵犯 他明明是侵犯人家 明明去打人家 都说他是自我防卫了 所以你来侵犯到我的国土了 你的谈话侵犯到我了 那么印度打败战了 印度的国防部长当面在记者会说呢 我们对中国犯了太天真的想法 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突然会派军队来攻击印度 而且这场战争啊 中国的军队是从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呢 而印度的军队是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底下的平原 在印度这边的藏南地区 中国的军队是在喜马拉雅山上那边高山部队 所以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呢早一两个月呢 中国已经派了他的军事情报员进入到印度 这边来渗透到印度这边来 所以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 印度就从上面往下打 而印度如果要缓急的话呢 他要从平原爬山爬到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要去打 你想这场战争注定就输定了 人家已经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路呢 准备好了所有的重炮和坦克啊 所以呢是由上往下打 而印度的军队呢要由下平原里面要往上爬上去和他对抗 所以这场战争呢在地理上开始就是挨打的局面 但是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很奇怪啊 打完了以后没多久呢 毛泽东就叫军队全部撤退 他占领的土地啊把印度打败了以后 他在平原地区占领了印度的平原地区九万平方公里 九万平方公里是多大呢 是台湾的三倍嘛 将近三倍嘛 两个半台湾了 中共占领了两个半台湾了 但是他全部撤退 从这平原全部撤退 他只保留了山上的阿塞清的路口 那阿塞清的路口呢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 没有价值的地方 种东西种不起来的地方 但是他是一个爱口 从那个爱口可以进入到西藏 所以他只保留那个爱口 表示说中共要占领那个爱口 其实他目的就是要控制西藏 就是告诉你西藏是我的 印度你不要给我争这个地方啊 我的军队是要从这个爱口进入到西藏 我目的是要控制西藏 你印度不要买这个我要西藏的事 结果呢 他把这个九万多平方公里 从印度占领的地方撤退 然后呢 把俘虏的印度的六千多名的士兵 通通还给印度 把坦克也还给印度 结果解放军的这些将领啊 就私下抱怨说毛泽东在搞什么 我们战死这么多人 打了那么激烈战争准备那么久 结果把最好的地方又还给了印度 印度马上呢 派重军来驻扎在这块平原上 然后把人民呢 通通移到这个地方了 赶快住下 印度马上把这块地基化为特区 现在已经变成印度的一个神 已经变成一个邦 叫做阿鲁纳查邦啊 阿鲁纳查邦 也就是这块土地呢 已经永远属于印度的 所以这些将军呢 都私下骂毛泽东啊 我们打这场战争是打什么意思啊 啊我们打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除了表面上啊 是胜利以外 我们所拥有的是 打败仗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拥有啊 我们除了有打圣 圣者的名义以外 我们拥有的是 所有打败仗的条件啊 哈 我们打圣战的是名称啊 但是我们拥有的是 所有打败仗的东西啊 阿印度呢 他是打败仗的名义 但是他拥有的是 打圣战的所有的内容啊 他得到这块土地啊 九万多平 而且纳维一审 而且开始驻军了 这些将军都骂 这个毛泽东 你到底是干什么 你打这场战争是打什么意思啊 这场战争到最后的评论是什么 毛泽东打了一个战术的大胜利 但是是打了一个战略的大失败 那既然是这样 毛泽东不知道吗 毛泽东知道啊 打这场战战是没有意义的战争啊 战术上打赢了啊 但是战略上打败了啊 战术上打赢了又撤退 把土地这么大的地方不得不让回去 那他为什么打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怎么说他战略失败呢 第一印度和中国本来是很友好的 尼赫鲁本来和毛泽东是朋友啊 他们两个想要超越苏联和美国啊 他们的战略是中国联合 印度是全世界人口的将近 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 要接近二分之一啊 印度人口加上中国人口啊 我们两个合作起来 我们可以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对抗美国苏联啊 但是这场战争一打完以后 印度和中国没有办法合作了 变敌人了啊 那这么败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呢 这是第一个 大家共同的疑问 第二个呢 印度和中国打完战争以后呢 美国和苏联啊 马上啊 真的要去争取印度的好感 苏联这边的赫鲁雪夫呢 马上自动自发 没急啊 我把苏联最好的战斗机 苏凯战斗机 最好的战斗机 通通送给你印度啊 送给你几十架的先进的战机 和最好的坦克 让你去对付中国啊 让你去和中国 毛泽东干个你有良好的武器 对抗毛泽东 美国这边更彻底啊 由他们的参中议员啊 议长啊 坐着那个军队里面的大运输机啊 抵达印度呢 而且在电视镜头里面 打开这个运输机里面 先进的飞弹坦克呢 让电视转播 让印度人看得很爽啊 美国的武器送来了 最先进的大炮 迫极炮都送来了 美国说我帮你武装整个师啊 美国和苏联的最先进的武器 通通进来了 开始武装印度的军队 而且还帮他训练军队 最糟的是 在东欧的共产党里面 在共产党世界里面最有分量的 除了史达林 后来的赫鲁雪夫 毛泽东以外 在欧洲讲话一言九鼎的共产党人是谁呢 就是南斯拉夫的迪托了 南斯拉夫的迪托呢 在国际共产会议里面 站起来批判毛泽东啊 批判毛泽东说 你根本打印度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因为印度的国界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划定了 这个划定是在国际公约里面 划定的国界 你毛泽东有什么道理 去越界去侵略人家国境呢 骂着中共的代表投台不起来 所以他连在共产世界里面 都被孤立啊 也就是因为在美国苏联武装印度的军队 共产世界的南斯拉夫的头 迪托批判共产主义之下 毛泽东只好把吞下去的印度的领土吐出来了 乖乖吐出来 那么这个事情由圣战变成了败战 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好结尾就在这里了 明知道做这件事情 中国去打印度会引起这么大的 中国的后遗症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去打这场战争 这么笨的战争 毛泽东是这么有磨练的人 他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 很简单 因为刚打完韩战的时候 发歌上次不是讲完了吗 把韩战打完了之后 他儿子战死了 毛泽东又在金门炮弹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八二三炮弹的时候呢 又打了败战了 把那个参谋总长把它开除了 因为这两件事情和他底下 毛泽东底下呢 最强的一个军阀 叫做彭德怀大元帅啊 两人对立起来 当时中共的军队里面呢 已经把彭德怀呢 打完韩战的时候 彭德怀已经把他被 中国共产党里面尊为神啊 战神啊 毛泽东已经坐立不安了 因为彭德怀在军中的地位 已经高过毛泽东了 毛泽东虽然是革命的领袖 但是在军中的地位 军中彭德怀讲一声才算数啊 那么在军中里面 只有一个人 可以和彭德怀并比 那个人叫林彪啊 所以毛泽东为了把彭德怀除掉啊 他就叫林彪带头去打印度 他就把林彪的位置呢 去打印度建立战功啊 使林彪的位置比彭德怀还要高 再利用林彪来整掉彭德怀 换句话说 打印度不是为了中国 也不是为了共产党好 打印度竟然是毛泽东 为了个人的权利 要把彭德怀整掉 可以把整个共产党 把中国的前途不考虑在里面 这就是共产党可怕的地方啊 他对外战争 可以为了个人的权利 而不考虑整个国家和整个党 所以呢 余杰再三告诉台湾人 你不要以为习近平 会为了中国的前途 或者是为了共产党的前途 不打台湾 或者是他会考虑中国的前途 为了共产党的前途 考虑这个考虑那个 和台湾和好 不会 共产党的前途永远是这样 共产党的个性永远是这样 只有为独裁者个人的野心而已 个人的地位能不能稳住而已 共产党的独裁者是全世界最自私的 就像现在的普丁一样 普丁难道不知道和乌克兰打下去 每天要死掉多少俄罗斯的军人吗 普丁不知道这样打下去 整个俄罗斯要垮掉吗 这个国家要垮掉重来吗 他不知道吗 他完全知道 普丁不知道打下去 俄罗斯的人民的年轻人 要死掉多少人吗 他完全知道 但是他会不会停止战争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如果他停止战争 他就会被推翻 他为了自己不推翻 死多少人都可以 习近平也是如此 毛泽东也是如此 没有从来没有例外过 毛泽东打印度的原因 就只是因为他要整掉彭德怀 所以叫林彪去打印度 他没有去考虑到打印度 印度会变成和美国苏联结合在一起 到最后到今天为止 印度变成美国和印度结合在一起 对付中国 他从来不考虑这个 他只考虑到我要把彭德怀整倒 因为彭德怀有野心 抢夺军权以后 我毛泽东会被堕倒 我只要毛泽东我的地位稳住 不被彭德怀整倒 我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他利用林彪打印度 把林彪的位置提高以后 把他整倒 彭德怀整倒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 等到林彪的力量大到压倒 压倒毛泽东的时候 又用另外一个事件 把林彪整掉 整到林彪发现自己危险 想要造反的时候 要逃到苏联去的时候 用飞弹把林彪 从飞机上打下来 毛泽东又干掉了林彪 一直到毛泽东中风死掉 老的时候死掉 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 他有没有一天替中国想呢 没有 他有没有一天替 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想呢 答案是没有 习近平会不会和毛泽东一样呢 答案是一样 所以台湾人你自己要看清楚是这样 那么在习近平的眼中 郭台铭是什么位置呢 柯P是什么位置呢 一只脚下的蚂蚁而已 不会有例外 他要踩死你呢 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里白港节期间 再见 拜拜 阿里白港节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